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降准加贸谈,有机转绿灯 在谈谈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 恒新指数未跌7点,收报26515点 成交有831亿 港股昨天受到特首林郑月娥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刺激 其实是实际是偷报的,因为收市之后才正式说 但当时市场应知的刺激就冲了上来 冲了上来之后,今天都可以说在高位争持 昨天升近千点,也超过1100亿的大成交 今天就在高位那里回吐7点 都算是一个强势的表现 我们看看恒新指数今天这幅图 冲了上来之后,在上高打粒十字声 今天都是继续有利好消息 就是刚才提到的两个利好消息 第一个就是降准 第二个就是中美展开谋谈 我先讲降准 其实昨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精准施策加大力度 要做好录影工作 最重要是带出来的信息 就是说有机会降准 这个降准 或者除了降准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调低 这个MLF的利率 就是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 如果调低了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 就会令到现在他们的银行按揭的息 都有机会被调低 所以降准也好减息也好 这个货币政策就刺激了 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今早也公布了 就是中美落实了在10月初 展开第13轮的贸易谈判 本来市场就是说 9月的谈判机会又开始出现变数 比较厉害 结果现在出来的时间就是到10月初 其实可以理解的 因为是9月如果谈判 谈得不成功的话 就会影响中国十一国庆 今年十一国庆就是70周年国庆 比较大事件的 大件事的 所以避免事前出现一些不好的消息 所以就将这个回谈押后到10月初 就是过了十一 然后才飞去华盛顿再谈判 就是万一如果谈不成的话 或者没有那么顺利的话 都未至于影响到这个十一国庆 所以这件事 就是现在开始有得谈 重新开始展开这个贸谈 都算是一个稍微利好的消息 好过没有 虽然市场或者我自己个人 就对这个贸谈的 达成协议的机会 我就觉得都不是很高的 9月还有一些利好消息 就是说 憧憬联储局议息会减息 也有市场也有人估计它会大幅减 因为现在的美债息 那些资金不停流入去美债那里 避险也好 尋求回报也好 什么都好 压到美债息很低 那就是倒挂的情况 就是这个十年期长债 跟你那些三个月期的那些 就是越来越远 那它必须要大幅 将那个短期那个联邦基金利率 下跌下降了下去 才能令到那个 規模没那么阔的 这样的情况下 就有憧憬就是说 联储局可能会大幅减息 这样的 虽然我自己的看法 最多都是减0.25厘 但是都是有得减的 也好过没得减的 种种原因之下 刺激到 其实现在的市场 就有转机了 有转机 所以就说有机转路灯 技术上高是这样的 现在弹了上来之后 站在8月19号高位26356之上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收在其上 如果连续三天收在其上 就要确认到这个反弹了 这个反弹可以是头肩底 也可以 你当它是三角形也可以 反弹幅度也是一样的 反弹幅度也是会冲上来 如果真的能冲上去 连续三天站在其上的话 就是短线要转回做绿灯 短线的趋势转回做绿灯 在6月4日 指着这个位置 就是26671 如果连续三天站在26671之上收市的话 中线就要转回做黄灯 其实星期一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时候 就已经讲到 其实A股的时候 势力是强的 A股冲上去 有机会带动港股 其实当时 可能大家觉得 A股都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在星期一的时候 刚刚加关税 加完关税之后 之前其实国务院部署 就是说 会有些刺激政策出现 那时候A股 就已经先冲上去 结果现在过了 去到星期四 明显真的A股冲上去 就带动港股 有些变化 市场如果是出现变化的话 我觉得 投资者就不要有太大的抵触情绪 应该是顺势而为的 这个都在星期一的时候 跟大家讲 其实我一直都是这么说 就是说 原本在这里 在行的三角形 代变的形态 直到它出现了一个方向 如果出现一个方向 原本虽然是股跌 但是它是大了 你不要太大抵触情绪 就应该是什么 顺势而为 那现在有机会好转 看看明天星期五 是不是连续三天 收在26,356点之上 是的话 都是短线要转回来 做看好的 转到绿燈的 国企指数 一样 国企指数 连续 已经两天 收在前浪顶 8月23号高位 10219 或者10220 之上 如果明天都收在其上的话 是的 也很大机会 短线转成绿燈的了 它也是类似 一个像头肩底 或者三角形都可以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反弹的形态 事实上还有一件事 它今天收报10384 其实 6月6日的低位 是10288 换言之 今天的收市位 已经站在 这一天的低位之上 如果连续三天 都收在10288之上 的话 中线也要转回做黄灯 国企指数 走得比肯指更加强 原因 就是因为内地股市走得好 内地股市 你看上映指数 突破下降轨 今天冲上来 一度升破3000点 年升多日之后 出现了 好似死亡之星 是大成交的 不排除短期 会有些调整 因为已经升了一段日子 上来了 好消息都出了 直到它真的等降准 在这儿可能珍持下的了 但是基本上 趋势有机会 都是转回做黄灯 为什么呢 因为深淨成分股指数 已经连续四天 收在7月2日 最高位9560点之上 连续四天收在其上 确认这个是 箱底突破颈线的了 今天虽然好像有四亿之星 可能会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一个后抽形态 后抽形态 如果它落到9560区 即是这个颈线附近 是一个其实低级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技术上高 突破了箱底颈线 而后抽之后 都会继续反弹 照量照度反弹 就差不多 去回前浪顶了 可能试回4月8日这个高位 10541 即10,500区 这个就是深淨成分股指数的走势 如果内地股市降准 或者A股做得好的话 就可以留意一下证券股 证券股来看 今天就是银河 中国银河 6881 今天突破下降轨 你看得到 这条下降轨 突破了 今天 昨天都竞升 昨天都很多内地证券股上 今天都是 这只突破 站在其上 收4.13 这只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估计会受惠 另外如果内地真是降准的话 亦都会受惠的股份 或者板块 就是内房股 不过内房股 很多都还是偏低 而现在强势突破 破到顶的那只 就是保隆地产 这只小一点 但是这只率先破顶 创了迷周身高 今天收5.1毫升 3.6% 这些会不会成为 领军上升的股票 就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这只股票 好了 如果说本港 就是港行之成份股里面 今天 其实最努力就是 手机设备股的 这只瑞星 2018 由于憧憬 就来iPhone 新的电话出 新一代电话出 这只瑞星 就是iPhone的概念股 它今天受惠了 升了12% 因为它之前都跌得很深 跌得很残 是吧 你说这里开头 7月2日 还在48元楼上 跌到下去 只剩下30多元 这一天32.8元 跌了很多 今天反弹上来 一些 手机设备股里面 这一只 今天是反弹得厉 幅度大 但是就不是最 其实是最强势的股 真正最强势 相关的股份里面 就是ASM太平洋 为什么呢 今天就创52周身高 升8.8% 那 信与光学 今天也有得升 但是 也是 升幅就比较少 没有这只那么多 那这个形态也挺漂亮的 就是一个杯柄形态 破了顶上去 这些股都是值得留意的 整体而言 现在港股有机会 受到一些消息的刺激 包括本地次回逃犯条例 包括这个 降准的预期 和这个 重新在10月初 会有谋谈的预期 就刺激 连续两天 已经收在26,356点之上 如果明天都还是收在其上的话 就短线要转做绿灯 连续三天 如果收在6月4日的低位 26671之上的话 中线要转做黄灯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